马上在9点钟了 艾米的作业还没卸完呢 这段时间艾米真是辛苦 今天作业太多了 我带你去买点东西吃 可以 然后回家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啥 回家再说 走 这条街真的是太有新年轻回了 估计是提前预助 我考试会考一个顺利的成绩了 到了卖炸鸡的位置了 鸡刹骨鸡翅鸡腿 好了走吧 改掉了 现在再带她去买杯奶茶 妈妈医院觉得对我太好了 艾米要喝这个奶茶 还要加一份预员 奶茶还有鸡腿都买好了 就看一下我妈回家是给我惊喜 还是惊吓了 回家再揭晓走吧 完了车子走不动了 没电了 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吗 上午忘充电了 谁让你这么马虎的 咱们这么早我吃的不紧凉了 而且我们十点钟还没走到家呢 就当减肥了 走吧走吧 下次不会了 终于到家了 进去吧 推着车子走了十五分钟才到家 妈妈你洗 给波罗蜜 这就是惊喜 怎么了 不惊喜吗 一回家就是波罗蜜 巴巴肝 炸鸡 还有酸奶 奶茶 这还不惊喜吗 不惊喜 好吧 那我就不卖关子了 其实你星期四不上学 知道为啥吗 为什么 三年级四年级 他们要考试征用你们的教室 那你在家休息 休息 休息 今天我都把我的高速说给钱买了 给大家看一下 让我爸给我清空 摇摇乐 包 雅克力板 闪光小卡 为啥要跟你清空啊 因为我这一次考试 估计能比我之前考试考高一点 这几天我们老师魔鬼训练我们 你总要给自己定个目标吧 准备考多少分 七十到八十 八十还可以 七十太少了 七十九到八十九 好可以 我替你爸做主了 如果你考不到 你要给我清空购物车 行 不给你清 我不给你清 那我们凭什么跟你清 你不会拿点实力出来吗 绝对能考得到 行 那如果我失败了 我就让你随便挑两样东西 可以吧 因为清空你所有的购物车 我做不到 没钱了 好 放假的时候 大家想去哪里玩啊 我想跟我妈去泡一个温泉 再跟我同学出去闻几点爽 拜拜 也欢迎大家来武汉玩 对希望大家在武汉玩的开心 拜拜